这个表头我就自己留着 不卖 贵贱不卖 老板 听说又卖表杰啊 看看 这个表杰都卖多钱 你说就是你手上这块表的 对 这个是全金的懒鬼 116618 什么时候买的 15年的吧 就黄金的 太重了 我带着不习惯 我自己配的一个表带 带着比较轻松点 这个对我来说也没 来 牵着 看一下 这里少了一个 这个是少了一个才卖还是什么 拆的时候 人家给我拆 就把这个小银鞋送给人家 送给人家了 对 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要不然你把这个送给我吧 哈哈哈哈 看看能卖多钱 116618 卖这个 钱财来 看一下 其实我们交易的时候 就是这些 这些 这些可以卖 一个2000块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我先说一下 如果把表杰卖了 你那一个就不怎么值钱了 不是说不怎么值钱 相对来说价值会低 这个表偷我就自己留着 不卖 贵贱不卖 不卖 贵贱不卖 出托成不卖 表杰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然后再一表就行了 没关系 我只是中肯的一个建议 我如果收的话 反正就是我跟商量一下 小伯格商量一下 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有收过表杰 可是没有收过整条表杰的 再给你两分钟考虑 你有没有想过要卖多少钱 几万块钱肯定是没问题吧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给你个三万 三万 对 希望下次你又表杰的时候 我这个表杰还在 行 三万就三万 行 那勾运就行了 好 那就这 签个东西就给你打管 行 那瓜先生这表杰有人收吗 其实这表杰应该有人收 可是你不会担心 过段时间表头都收我了